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鬼调调的食谱 然后材料A有酥瘦肉 三分之一饱大概300g 然后酥大肠呢就拌饱 豆干要5片 然后天腐足 要榨了放在旁边 香菇要10粒 然后泡着水里面 然后B材料就是要豆芽一饱 菜饧一饱 然后小果条要2饱 然后煲菜就拌粒 切实然后榨干 当作是小虫 然后C材料呢就有 小辣椒5条 烟稀就有一把 然后乳汁材料A 有八角要1粒 八角就是这个 然后南姜要4片 姜片要4片 材料B就是要黑酱油 2大匙 酱芹5大匙 然后5香粉小匙 清水2000ml 冰糖15g 当作是焦糖 现在我们看做法 所以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豆干 天腐足 炸好放在一边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把酥瘦肉 大肠煎好 然后等下用 第三个步骤 然后把南姜 姜片 香菇 八角 包香 加入2000ml的水 然后煮滚 之后再加入材料A 煮滚 同时再加入乳汁材料B 然后四 把冰糖放入锅里 加少许的水 然后小火烧滚 可以煮出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要避免它烧焦 五呢 把焦糖一起放入锅里面 然后煮到沸腾 之后就调味 调到适合自己的味道 最后的步骤就是 把已经烫好的小果条 豆芽 菜形 放到碗里面 然后淋上五汁 加上乳料 然后撒上盐 然后就完成啦 然后这些就是 刚才讲的八角 这个 五香粉 这个就是那个五香粉 五香粉 然后这个是 没有打成粉之前的五香粉 OK 谢谢